催打疫苗唯独病毒 但印度变种病毒株Delta 却已经悄悄进入国内 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2人染疫 旧网友发文提问 Delta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立刻引发热烈讨论 有人质疑居家检疫中 为什么可以跟邻居接触 也有人几乎根本就应该入境普筛 要政府加强防疫作为 变种病毒已经来到家门口 我们还能做什么 尽量不要群聚 然后防护措施做好 疫苗来了就施打 传播速度广 造成的潜伏期又短 这个疫调的上面 速度一定要加快 不然的话我们跟时间赛跑 如果说它潜伏期过了 我们还没塞出来的话 其实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印度变异株来势汹汹 根据英国BBC综合数据统计 英国病毒株依传5 印度变异株最高可以依传8 传播率高出60% 不仅如此 就连症状也和过去的 英国病毒株大不相同 发烧比例降低 全带致的是常见的 头痛喉咙痛流鼻水 和流感症状相似 也更加难以察觉 至于流鼻水 如果它的比例大幅增加的话 其实有可能是一个 比较好的发展 因为我们通常新冠病毒 引起重症 都是直接供到下呼吸 到引起肺炎 我们要阻结它的传播 大概也不必去更新 什么新的措施 就是确实做好 我们三级防疫的相关的做法 我相信最好病毒 也是可以被繁殖的 平常新看待变异病毒 医師认为病毒变异 不见得会变得更凶猛 也有可能转为流感化 当物质疾还是要落实 戴口罩 手接触 勤洗手等防疫作为 才能让疫情止步 欢迎新闻张家宝 黄佩涵 台北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 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 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 全球新闻报道